大家好,这一期就接着上了一个视频 就跟大家分享如何上盆 上一期也跟大家分享过 我们给豆瓣粒更换盆土 所需要的一些物料都要准备好了 那么这一期就给大家分享如何上盆 首先我们先给它上2公分的土壤 然后就是给它使用一些底肥 像这种农家肥,芝麻饼肥 它所含的有质剂70% 有质剂都了使土壤的囤粒结构 寻成更多 在后期土壤更加疏松受气 直接给它撒入就可以了 在后期养护更加轻松 就不用经常给它施肥 也不用担心养分不足导致它不生长 然后就是把这个植株 把它放到花盆正中间 往两边回填土壤 非常简单的上盆方法 接下来就是给它浇定根水 因为这些土壤非常干 不利于浮盆块 也不利于长出新根块 所以我们要给它浇定根水 浇定根水的同时 再给它加入这种快速生根粉 因为它是扦插没有 我们给它使用生根粉之后 就促使它快速的长出新根 它富含有天然生根活性物质 而且有效的促使豆瓣粒 根式细胞快速的分裂分化 使它长的新根更加多 一比一千的比例 它不仅可以促进快速的长出新根 而且它所含的弹磷甲元素都非常丰富 尤其是一些微量元素也是 它不仅可以促进快速长出新根 而且它所含的弹磷甲元素非常丰富 微量元素也是非常全面的 只要一次性给它浇透之后 它的根式就会长得发达 分支就会多了 好了 这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 好